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正好请你评点评点 请您 就是说最近听说您在读书杂志上写了一篇赵本山 关于赵本山的文化革命 读书第四期 把赵本山当文化革命 小文化小革命 最近我发现有一些争论 一个赵本山还有充满小沈阳火了 小沈阳火了 那么有的人就是觉得开心 但是有的人就忧心如焚 你说这是什么导向 感觉这个我们人民的审美趣味 就这样每况愈下每下愈况吗 甚至还有什么骂郭德纲的 然后郭德纲又跟谁展开这个骂战 等等他这个您给梳理梳理 不是我也梳理不了 因为我知道得有限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得承认 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化生活 包括我们的欣赏的对象 现在不是一个一块 而是分好多块 你比方像赵本山这个 他基本上他就是为电视观众服务的 而电视他必须追求收视率 这个我想您比我更熟悉 太苦了 是不是 这压力非常大 而赵本山我觉得他的可爱之处 就是他进主流的媒体上 大显身手 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他这种东北的农民文化的趣味 语言 动作 以至于一些观念 观念 观念 我怎么说是观念呢 因为春晚在我们国家来说 收视率特别的高 同时政治性也相当强 有这春晚要回顾 比如说2009的春晚 2008的 是不是 基本上一年工作总结报告 奥运会 奔川地震 还是这个 这个什么宇宙 这个太空 太空 太空飞行 你什么都得有 都得葫芦袋 在春晚会上 是他那是很注意内容的 您看一下 就类似的这些活动里边 连那京剧呀 他唱的都是很有政治内容 是吗 尽管他是花脸 是那个那个那个 那叫孙什么唱虚声 他一唱出来不是和谐社会 就是奔小康 他想奥钢 他是这样的 可是赵本山呢 他忽悠一点相对亲和一点 相对的通俗一点 甚至于说点小人物的老百姓的话 除了赵本山 没人敢在春晚说 哦这个就是他他所主导的节目不光是他个人了 小沈阳那说说你说人最痛苦的是什么呀 就是人死了钱他没花完 赵本山说我认为人最痛苦的就是人没死钱全花完了 玩什么一闭眼一声 说点实在他这个语言呢 他是农民的语言 他是市民的语言 老百姓的语言 还有一次 有一次是一个本来是一个歌颂盛世的节目 就说现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什么都谈完了 好像那次有那个就是实话实说的那个崔永元 崔永元先生啊 对 有时的节目 他跟宋丹丹 但是他最后结尾 这绝对是赵本山的主意 最后结尾说 说我自来做节目谁给我报这飞机票 别人没有 他添了这么几个呢 你要说说是他思想有多么高大 他不高大 但是他增加了咱们春晚的亲和力 增加了咱们这个主流节目的 就是现在不讲三贴近 您知道 贴近群众 贴近生活 贴近 还贴近什么 贴近实际 贴近现实 他的话贴近现实 他挺贴近的倒是 而且他这个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文雅版的二人传吧 因为实际上真的吐的吊着二人传 那是讲黄段子出名的 对 他这里边没有什么 这是他的合作 对 这是他 跟谁合作 我给这个跟主流的一 一 哦 全文话语 全文话语 和主流的媒体的合作 他把他的野路子他搂住了 如果要是那个在沈阳的话 因为我看过他们的节目 他的节目就说是好像是9点以前是一场 比较雅一点的 9点以后9点到11、2点了 那就稍稍的放一点 放一点它也不会触犯 也有它的底线了 咱们作为主管部门 也有它的能够容忍 属于容忍范围之内的东西 对它可真分层次 我是在保利剧院北京看过二人传 都比这春晚不知道晃哪去了 而我听陈丹青说 他说到东北的小文化馆 就是一个什么县文化馆 也是9点以后 据丹青说简直就是乐死了 从头晃到尾 但是绝极了 这种土掉渣的真是乡土版 还真的 一上来就说 我师父的本事在台上 我们的本事在炕上 这就是类似 类似这样的 它叫什么 中国早就有这个话 叫做素沫荤材 是吧 荤沫素材 沫就是谜语 就我说的话都是素的话 素的话就是不涉及 什么这个荤的内容 黄的内容的 但是它里头有某些暗示 这些暗示呢 你可以往那方面想 但是我没说 一句话没说 对 我就碰到一个咱们的评书大家 我就不说是谁了 这评书大家 有一年碰到咱们一个著名作家 这个著名作家 他以描写比较大胆而著名 结果这评书作家就说 说老某 比如说是老老H吧 老H 说你写的那个 我们评书都能说 我们一个脏字没有 我把你 我写的 我说的比你还厉害 后来说到我们这老H之翻眼 就是说这个中国的他这个通俗文化 他有自己的一套办法 他有自己的一套 可是赵本山呢 我又觉得他不仅限于这些 赵本山混乱没有 你想想 他在中央台上 赵本山的能个儿啊 还很了不起 恰恰是他牵扯到现实 对现实里的某些东西 他有所嘲弄 有的有所讽刺 有的有所鞭挞 是不是 赵本山恰恰是在这儿 就拿这个 这个我觉得赵本山的经典小品 叫卖拐 卖拐啊 卖拐 就是那个范伟演的那个人啊 在这走 他忽然说范伟 说你下来下来下来 你的腿有毛病 然后范伟说 我腿怎么有毛病 说你自己不知道 你的毛病大了 然后赵本山自己啊 一瘸一拐在前头带着走 然后这范伟也就跟着走 走了一会儿 范伟他不会走道 他觉得自个儿 越看自个儿腿越毛病 就给带骗了 他说那怎么办呢 心理暗示 他怎么办 说这幅馆 有多少钱你买去 你给你治好了 范伟很高兴 那高秀民在旁边 就阻止赵本山 说你别 那个 可是那个范伟呢 跟高秀民急了 说这大哥要治我的病 你老爱手爱脚的 他把这个拐就买了 这个我觉得内容挺深刻 就是好像也是有这种非议 说赵本山专门爱拿残疾人 开玩笑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包括这次说这个辟精精辟这件事 又让李银河他们觉得 就像你是不是影视了同心 就像您说的这个卖拐 我注意到也有文化人啊写评论 就是说这东西大行其道 是把全国人民就看这个 这是坑崩拐骗的 说这个农民当中的一些人性恶 这个就这样的贩卖 这对人会有什么影响 这是什么 您对这怎么看 我觉得他这任何一个讽刺的东西 实际上写的是一个负面现象 但是赵本山你要看他的全部的小品呢 他里的有很多就是尤其是和中国的农民相一致的 注重亲情 注重乡土情感 相情 注重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这个就是 夫道夫道吧 咱们这个这个不进行理论讨论 就是他这些正面的东西也不熟 而且讲大实话 讲实话是说反对忽悠 那不有一年是宋丹丹在那忽悠 他那就死乱咧就给他 给他这个暴露真相 现在这个咱们用不着仔细研究 对我现在呢 我有个心里有个什么想法 就有些我的好朋友 都是就是相对的 或者这个词都不一定恰当 稍微精英一点的作家 比如说像魏明伦 魏老帝 他就说这个赵本山怎么低俗 我怎么觉得用不着这么说人家赵本山呢 赵本山他满足的是 这个传这种强大传媒的要求 给强大传媒呢增加一点快乐 也对现实的某些 这个就您说的坑蒙拐骗的现象 但是坑蒙拐骗现象比那麦拐少啊 这个赵本山呢 那三路奶粉是不是因为看赵本山的话剧学坏了 哈哈哈哈哈哈 说的好 说的好 就像人家老说你一说有一个枪战的飘 马上就所有的犯罪的杀人案全归这来了 这瞎连我觉得夸大了这种 我觉得我们有一种这个敌情观念的 那么一种思维就一个东西一旦一火了 就说哎呦这教老百姓干什么呢 这会有什么影响 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 一个健康的社会呢 他的文化生活包括各个方面 是不是有大学的讲义 还有英语的书我们也在这出 不可能大家人人都是在这赵本山呢 就是我老王我谈赵本山 这是很偶然的一次的一篇文章 我我我关心的事多了 我写的东西多了 我哪能可能说是哦 说从此我就变成了赵本山的这精神上的徒弟了 这可能 但是我看您那个读书上那篇文章 就谈赵本山这也提到了 就是说确实虽然我们应该宽容 各种各样的花都让他开放 但是好像确实我们这些年来这种 您认为比较高雅高雅高尚的 还缺少东西 深刻的东西是没有提供出来呀这些 是这为什么呢 为什么您觉得这么长时间 很多人就讲了说 他因为他这一火呀 我发现有些人就感觉到 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 不是不是不是 这玩火了 难道我们不要高雅文化了吗 那怎么那些东西 那我们的这个人民百姓 他的精神生活就完全靠于赵本山吗 那当然他们会有这样的 当然不是 就是我连这种理论我也提过 我也提过就是说咱们呢 这是说咱们另一方面 咱们缺少缺少这种更 比如说我们起码 光有一个电视小品不行啊 我们得有点正经话剧啊 我们得有点正经歌剧啊 是不是 我们得有点多火呢 他不火你那你写的不好 那我怎么办 其实也不是没有 比如前两天还看了那个赤壁的新改编的京剧 我觉得挺好啊 挺好 他也也是一种主流的 但是他就是正好相反的 他把传统的这种京剧形式拿来翻新 你看那乐池里边二胡和小提琴一块拉 然后他那个整个舞美调度什么 这个后边的背景都很那个有有创新的意味 词也写的好 然后这个老生是什么花脸都都唱的很好啊 当然他那个可能也引起会引起又有人能跳字 比如说那小乔也上来弄几下刀马蛋什么 肯定有人就要说这瞎掰 你这创新就是胡闹 不尊重 反正什么事都会有人挑 但是我觉得说就是赵本山在那独霸天下 这个是不公平的 不是这样 他不可能独霸天下 我现在问一下 有哪个比较成熟的啊 就是作家感觉到赵本山对他有一些 有哪个比较有一定地位的演员 比如说普存心感觉到这可不行 赵本山火了 我普存心以后没戏眼了 他有毛病啊 要谁这么思考问题他有病 那你是不是就是说 您也没这意思 那就像魏老魏明文 是不是就是他自己不自信呢 他自己觉得要是这些人 那倒不是 因为很多人他都已经习惯了这个东西 认为呢就是说你在电视台上出来的东西呢 就是导向 大家就都得学这个 我们有一个谈话的方式 也是一个思维的方式是最荒谬不过的 说是都这样会怎么样 没错 我的领导经常跟我这么说 是不是 你别有一个人咳嗽了一声 是吧 就一个学生在这个课堂上咳嗽了一声 班主任不高兴了 咳嗽什么 咱们全班52个人 一人咳嗽一声52声咳嗽 咱们上不上课了 但是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 对 怎么可能一个人呢 大家都这样 委问 是吧 说是王硕 王硕 这个胡血八血乱开玩笑 中国的这么多作家 都这么胡血八血 那怎么行呢 所以后来我就为了抬杠 为了抬杠 我又洗不清我自己了 我说都是王硕当然不行 我说都是鲁迅也不行 那真可怕 这坏了 这好你怎么说到鲁迅那去了 以为我呀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他不能都这样 说英国的作家都是莎士比亚 对不是 说美国的演员 说都是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麦克尔杰克森 那当然是不可思议 那是灾难呢 但是现在就有人用这个语言 同样讲小沈阳 说小沈阳男扮女装 跨性别表演 说咱们的孩子 我发现都聊下一代 就咱们孩子都这样了 那还行 那还行吗 什么是男人 这是跟说梦过一样 对 前些年有人说 有一东北的一个摇滚乐队 叫好像二手玫瑰 好几年前了 也有人说 连摇滚都这么女里女气 这还得了 其实不是就是催见这种 阳刚的西北的一直是一个主打吗 这么多年就出了一个二手玫瑰 换一个方式 就就下成这样了 就觉得男的都都都都都完了 现在我们必须弄清楚 不可能都这样 是不是 哎 作家不会受小沈阳 小沈阳和赵本山的威胁 嗯 那交响乐团他能受 能受赵本山威胁 说由于二人传的普及 以后没人听交响乐了 这个二人传和这个交响乐 他各行其路啊 是 是吧 各行其事 各有自己的观众 各有自己的舞台 不同的表演方法 谁也爱不着谁啊 而且我要说也不是都是绝对分开的 同一个人也不是一天到晚就吃这样的菜 对 我可以不可以又欣赵本山 我还又欣赵本山 对啊 你不能 是不是啊 你看春节晚上 我跟我这个什么什么儿子啊 孙子啊 我现在也得就这么一把年纪了 也是儿孙满堂了 集在同堂了 那我们就一块看赵本山吧 看着真乐 是不是啊 如果我那个时候我突然要求 说不行咱不能看这个 咱们看卡拉扬 你的卡拉扬 有的孩子听有的孩子不听 那有什么办法 是啊 他丝毫不妨碍我欣赵卡拉扬 也不妨碍我去念文言文 是不是我不还分析老子去了吗 这个事 对对对 研究老子的 老子的帮助 是啊 这样都对这个 跟赵本山没有不搭界的事啊 是不是 好像和千秋功罪都归赵本山 香香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有人说啊 这个就小沈阳 您喜欢小沈阳 喜欢 喜欢 那这有人讲了 说赵本山跟小沈阳有分别 对 说赵本山这也是文化人了 是 赵本山说是有意义的内涵 对 这就说小沈阳有什么意义呢 呃就是那程晓金三板斧 这个这个裙子跑偏一穿 细路子 那么 似乎觉得赵本山 这似乎觉得那小沈阳浅薄 那么您怎么看呢 不 那小沈阳要从内容的意义上来说 他不如赵本山 嗯 赵本山那多少对现实吧 他得联系一点 沾点边 哎 小沈阳呢 一个是逗着大家玩 一个我说的这和老子有关系 哎 这个小沈阳他所以招人喜欢 就是他摆出一副为大家服务的 就是把自己呀 哎 看成哎 为天下之息 为天下之谷 嗯 为天下之品 放的比谁都低 比比谁都低 嗯 让我服务 哎 再说句稍微老一点的 这就一陈旧一点的话 我伺候各位 让你们乐乐 让你们高兴 哎 你们能说我一句好 我谢谢你们了 嗯 他没说这个话 他从头到尾都是这个态度 那是 他连出的声都是为了哄大会儿 就跟这个孩子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 哦 是吧 啊 他咋都是这样 哎 他为什么有台元 就是因为这个 嗯 你说他完全没有意义吗 这很难说 这事很难说 嗯 你比如说就说 就说他演的这个不差钱里头 嗯 嗯 他对这个 所谓所谓啊 所谓铁领最贵的这个餐馆 嗯 他那话他不反映老百姓的心里吗 嗯 他说要一碗卤面 卤面行78块这个事 78块你要治农民啊 嗯 你吃是87块我记不清楚 是不是啊 他你不能说他没有意义 嗯 甚至连那个话我都觉得他有意义 他说我的中文名字是小沈阳 我的英文名字小沈阳 对对对 这大伙都觉得 小沈阳文 讽刺假洋鬼子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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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民呢 最反对假鬼子 对 假洋鬼子 所以RQ最痛恨的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是钱秀才吧 嗯 钱秀才 王老师说他在东北看二人传 也是上来先贩卖两句英文的 对对对 他讽刺的不只是假洋鬼子多了 比如讽刺那个大腕 嗯 就那些出台的时候整个那一场 是 他敢 这个小沈阳他他他他解构啊 他解构啊 他解构大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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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某某某 那嗓子是颤音哦哦哦哦哦 他是这样 对 另外某某那还是一个咱们境外的 对对对 新加坡的一个歌手 嗯 说他特点呢 就是他这个 他捣不上气来 是是是 他他有他他这个代表农民的观点 对 他不见得完全对 他有一个很致命的弱点 我就我甚至想到中华文化上的有些问题 嗯 小沈阳说什么 说我的名言是 走别人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哈哈哈 这是我今天模仿这个 我明天模仿这个 这是山寨啊 对 山寨 山寨让你正法多 但是这样的话 接下来为您播出 说是 走向2010 你以为这个思想只有小沈阳里 吗 我想到哪去了 我想这一样 我还还还想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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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想 我想 想 我